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流头牧师 这个礼拜六 我们期待已久的家庭日圆游会就要展开了 这是我们教会在疫情之后所举办 第一次大型全家欢乐的活动 一方面是希望在暑假结束前 能让教会的家庭全家大小 老老少少 都可有个一起同乐的时光 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借着这个机会 让在疫情期间 好久没有见到面的弟兄姐妹 能够再次相聚 享受在主里团气交通的喜乐 据我所知 筹备圆游会的同工们 已经为大家精心设计了 许多好吃又好玩的摊位 再加上我们有宠物秀 魔术表演精彩万分 而且为了避免群聚感染 这次的圆游会 是会在教会室外的停车场举行 好让大家能够更放心的来参加 时间是从上午11点 一直到下午2点 所以如果那一天 你没有出门远行 务必带着全家到教会 来参加家庭日的活动 在疫情期间 每当我看见教会各样的活动 仍然能够不受拦阻的进行 而且还能够继续不断的扩展 我就不能够不为神所给我们这个美好的场地来感谢 特别是要感谢神 让我们在疫情之前 就完成Shakina Glory会堂的建造 想想看 若不是有如此宽敞的空间 我们怎么能够在疫情期间 保持聚会的安全呢 若不是有如此先进的影音设备 我们又怎么样让弟兄姐妹 在家中也能够享受跟在现场一样的聚会品质呢 另一方面 我们要为了神所给我们在教会后面 有这么大一个仓库来感谢 在疫情之前 我们一直很难想象 为什么神要给我们这么大的空间 可是疫情一来 神大大扩张我们基金会的施工 我们的食物发放中心 每个月要供应超过一万四千个家庭的需要 我们也与世界展望会 以及不同的商业单位合作 提供民生用品给许多有需要的家庭 我们真的必须要有很大的仓库 原来神早已经知道我们的需要 才早就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个美好的场地 所以为这个缘故 我们预备在这个礼拜天 要为教会的建堂基金 说一次特别奉献 求主赐给我们一颗感恩的心 慷慨地为神摆上 好让我们能够尽快还清建堂贷款 来见证神的荣耀与丰富的供应 愿上帝祝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